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单止是香港、中国床家 甚至乎很多欧美的床家 今年都飞了进来 我看到这件事真的很国际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可以在最短的时间里面看到 最丰富的艺术展品 而且每年都可以不一样 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事情 特别棒 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国际化 然后特别包容性的 一个可以纵观当代艺术面貌的 一个博览会 我认为这件事很棒的 很高兴 我认为这件事 很高兴 今天是5个版本的 Art Basel in Hong Kong 香港的表演是一样的 因为 可能我们在亚洲的最大的 中文化 中文化 有在亞洲的一種藝術餐廳 名字是《Dance Corp》的系列 這是写作品 所以藝術作為各種形象 《EcoNugro》是藝術的藝術 經常提到社交問題 Basel,我認為,曾經歷了香港 在藝術中的藝術 他們醒了它 當然,他們已經有活動 但他們從來沒有達到更多的公眾 通过巴斯尔 现代艺术的艺术是非常不同的民众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成功 这件作品的作者是艺术家何祥宇 在背后做了非常多的研究的工作 他其实是研究了宁萌之间的距离 Kamel and Roy的雕塑 我非常喜欢 他会画出妻子和长期的妻子 阿达 在这种姿势 常常穿上衣裳 而且穿上衣裳 他非常非常有趣的服务 这些题目是他有很多讲述 在很多的画面上的画面上的事件 最重要是去沟通一下 未来的一个市场的趋势 在社交的地方 和在学术上的交流的地方 我介绍了一个香港艺术家王春奇 他是巴斯后的艺术家 蔡国强这件作品 我觉得是一种俊勇的感觉 就是他用另外一种手法 叫做三明治炸法 炸出非常特别的一种 画面上的一种特别的视觉的感觉 又一个十年 今年香港回归二十年了 跟我自己的一些生活更有关 就是说 我觉得从策展的一个线索上讲 我会把它作为一个 去被解读的一个框架 香港城市依旧很值得尊敬 我回到原本的画作 在图中的图中 所以 布达里的作品 和这些画作品 都结合了一种 这些问题是一个比较的问题 在我后面是整方式的作品 我们去年帮到新的地方在上海的西安 我愿意问他给我们一幅新的作品 最好是一把火 当时他没办法 所以一把火 有这个作品我特别特别高兴 它是一个比较白的工程 这些工程会比较比较巴士 他后来留在巴士 从1980年代的工作 从1980年代 一直在网络的研究 这是第一次的工程会出售 我觉得是一个既专业 但是又是一个很有时尚感 亦是一个很有生活气息的潜能 我来帮我一个特别的工程 是由Anthony Gormley 他从英国的艺术 上海的颜色 在香港上海的颜色 希望它真的越来越好 我们就不用跑很远的地方 就能在亚洲 就能接触到最好的艺术吧 从认识到什么我看到 我只看到一部分的艺术 的艺术 我现在看到 我看到 那些工程会 带到最好的工程 在香港 这不是很久的事 我说到外面的工程会 他们不是很严重的 或是很严重的 而是很严重的 现在他们做的 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 要继续去这整个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